主席,我請下局長,請務局長 您好 我先請教局長,你多久來接任這個局長? 接任一個月又半個月 以前都在哪裡? 我之前在考試院,在全區部,在台北市政府 也都是大部分都是管人事制度的 是人事行政的工作 那我這裡有一個問題,我一直在思考 我們軍中有那個階級到幾歲的時候 他就必須要停役了? 有,分等縣領退役 那我們的公務人員有沒有辦法 也能夠有一個機制來這樣處理? 這個,現在統一都是65歲了 但是,曾經做過這方面的研究 認為困難度跟,比軍中高很多 所以就一直沒有 軍中一到命令就做了? 不,我們這個可能要修法 那修法這中間我們其實只對 特殊的,他必須用到體力這方面可以濁降 但是一般還是65歲 本席為什麼問這個問題 可是事實上,我們的教育人員 有非常嚴重的流浪教師的問題 所有的教師,現在因為這個學校 學校的這個學生數位不足 那沒有改成小班小校 那很多的教師幾乎進不去 那老的老師已經教了幾十年了 他也退不了 而且甚至有的不想退 那這樣的狀態之下 這些已經教了幾十年 我不是說大家就沒有熱心 他可能他過去的豪情壯志不見了 但是這些新的流浪教師 很想趕快進去教書 而且他的豪情壯志都在 但是我們用不了 那這些想要退的,退不了 想進的,進不了 這個也是我們人事制度上 一個很大的缺憾 我們有沒有辦法在教育的這一塊 你說所有公務人員 還沒有辦法來比照精忠的 這樣子階級的辦法來辦理 我們所有的這個教育人員 有沒有辦法從這方面來思考 給人家一條路 很多的老師不是不想退 他真的想退,但是他退不了 因為退休金或者業退後 他有一個限額在那裡 他根本辦不到 這個有關人力的這個新陳代謝 那事實上在現在的法制 固然65歲 但是公務員的平均退休年齡 其實是55歲 老師的平均年齡 退休的平均年齡 還低於55歲 大概52、53歲 那看他聯資啦 我知道他看他聯資 他必須交滿25年以上 的確,的確 我知道,但是我是說 有很多真的是退不了 因為有的考慮到地方財政的問題 他本身就有退休上的困難 我要說這個 事實上不是只有我們 連中國大陸也一樣啊 他有一個階級限制 你升到什麼整級 你到了幾歲 你還沒有升上去 你就必須要退休下來 即便是他們國家領導人 也是一樣規定70歲 70歲 超過70歲就不可以了 我們難道不能演繹一下嗎 這是我需要你說 你剛上來一個月 你不要認為說 什麼都不可以 沒有什麼不可以 也不是啦 對不對 委員我跟你報告啊 其實做這一方面 能夠做一些推動 是有利的 因為不同的年齡 他的成熟的程度 或者能夠表現的不一樣 我是認為啦 某一些 某一些 某一些位置 某一些位置 他所需要的可能不一樣 有的可能需要頭腦 有的可能需要體力 有的可能需要頭腦 又要需要體力 那這個我們可以思考一下啊 軍中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為什麼升到中校幹多久 沒有升上校的你就要下去 升到上校沒有幹將軍的 你多久你就要下去 他為什麼考量這個 那我們公務人員為什麼不能考量 這些教師為什麼不能考量 一樣可以考量嘛 或者年輕人沒希望嘛 我出來的前面擋了一大堆 又不是明顯的說 再幾歲你都可以出來選 選完了你上了就上了 但是我們這個公務人員制度 我為什麼跟局長講 你上來一個多頁 歷任了這麼多的局長 對這一項的制度 沒有一個新的突破 我是認為你一家屎 好好去思考一下 你一路走來 又在全序部 又在這個 一路走來真的可以好好去思考一下 我不是說逼著你說 欸局長你幾歲了 是不是你到這個頂了 你是不是也該退下來了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現在我們跟考試院 有一個柔性的修正 柔性的修正 就退休法裡面 加了一項 就是說你在某一個職等 已經連攻奉到頂了 一定的條件 你就可以 就可以退 為什麼 為什麼我跟你提這個 因為很多即將 面臨退休的人 他的層級都很高 對 他的薪資本來就到一定的程度 我們還是會跟著連光鋒一直跑 對不對 這個老師同樣教這個學生 他教一堂課 他可能領的薪水 跟一個新進老師 來教一堂課 所領的薪水是不一樣的 這個國家的支出也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除了這個考慮以外 這些年輕人從大學畢業以後出來 他想要擔任教職 現在我敢講保守估計 至少有八萬個人 還找不到流浪教師 所以這個我們局長 我是希望 我不期望你在局長的任內 可以把全國的公務人員 這個制度可以改變 但是我期望你至少在 公教教師的這一塊 能夠找到一個平衡點 讓這些年輕的年輕教師 能夠有機會 盡早的進到學校的體制裡面來 正式的成為一個學生 成為一個老師 而不是流浪教師 每一次去帶完課 又要換一所學校 帶完課又要換一所學校 甚至於形成很多人魔不章的事情 所以局長 我真的很寄望你 你進來一個多月 但是我常常講說 一個新的部會所長 我經常給他一句話 不要問你做多久 而是問你留下什麼 不要問你做多久 先看你留下什麼 看你吳機長 能夠在人事行政局的時候 留下什麼東西 可以讓人家說 撐到說 吳機長有這個 有這個GAS可以做 我是認為應該這樣來做 這是本席希望能夠盡快 有得到一個答案說 有關於這些流浪教師的問題 這年輕人的問題 我們怎麼幫他們找到一條出路 這也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不能說 過去制度沒有啊 過去怎麼樣 那過去 那你局長來 沒有辦法有新的思維 新的想法嗎 所以局長我拜託 拜託 我替所有的年輕人 來 拜託你真的去思考一下 那財務上有困難的 我們哪一個縣市 退休不易的 有的教師不是不願意退喔 他已經想退了 甚至身體 身體因素啊 什麼因素 他想退了 但是真的退不了 麻煩局長徹底的去了解一下 這是第一個 這個我要就叫局長 第二個 我們地方現在的職等都提高了 這些局長 局處所長 他的職等都提高了嘛 過去 我們中央省到地方 他的職等是不一樣的 以前四個層級 對 以前八職等 九職等 現在地方有十職等 十一職等了 有沒有十二職等 還有十二職等 那這個有時候 形成一個 變成 我中央派關聯下去的時候 我職等 比那個地方關聯的職等還低 到底是他指揮我 還是我指揮他 到底是我們依職等的指揮權 還是依職務的指揮權啊 這個 如果代表中央機關 當然是依中央機關的代表的身份啊 不過委員指教的這個 正是我們 我們一直在做思考的 也就是說 因為全國的職等就是 第一職等到14職等嘛 所以我上下那麼多層級 所以我現在 所以我現在在思考就是說 你中央的等級 是不是要稍微再提升一點 你中央等級 不提升一點 到地方去 你自然就會下降啊 的確是 那你把地方提升 中央沒有提升 那地方 的人 我比你還大呢 我十二職等 你才十二職等 你來管我 你管我 我十二職等 對不對 我們地方還是有比值等的 是不是 所以這個 我是認為喔 某一些某一些 某一些 尤其跟地方有息息相關的 這些 急促的首長 他的職等 要重新思考一下 或者下到地方去 他比地方的首長 還要低 到底你管他還他管你 雖然說 人家說 有錢就是長官 我經常說送錢長官 你有帶職權去 帶也帶權 不是帶那個權利的權 你有帶money去的就是長官 只要能夠來拿錢來補助的就叫長官 但是 這個職等的問題還是 還是 還是在那裡啊 是 我們 所以我這兩點喔 拜託局長 雖然你進來一個月 這兩點必須 要思考一下 怎麼方式來解決 第三個 第三個 我們的公務人員 都有在職進修吧 有 有在職進修的管道嘛 那我們有很多的訓練中心嘛 我們公務人員訓練中心 但是本席一直在思考齁 現在很多市立的大學也好 公立的大學也好 人口化的減少 人口化的減少 將來的這些在職進修的公務人員 可不可以究竟 在他該縣市的大學裡面 設立課程讓他夜間來進修 而不一定的說 一定要把所有各縣市的那個公務人員集中在那裡 我們把這個課程 編列了以後 交給各個大專院校的這些教授學者 來幫我們執行進修的工作 讓所有的這些公務人員 我不用跑到那裡 我不用請假到那裡 我不用十幾天在那裡 我平常在這裡每天來上兩節課 或者怎麼樣每天晚上到這個大學來進修 可以擴展那個地方的層面 甚至於跟地方的所有的這些各機關的公務人員 大家都可以聚在一起 而不是集中式的到我們的人力中心 什麼去受訓 把在職進修的這個部分 公務人員也要進修 也要在職進修 比如說我們 我本期有一個學校 我們學校的老師職員 都要規定你 比如說你現在電腦化 規定你多久你要開始磨練自己 多久要檢測 你的電腦必須打字要打多少字 你必須要會使用什麼Windows 或者使用的那個 那我們的公務人員事實上也要進步 那進步你叫他跑那麼遠去 那還不如在當地的這些教育機構 能夠借用大學或者什麼 我想很多的大學都願意來配合 這個部分正如委員指教的 我們會多做努力 我們目前的訓練中心 主要是辦訓練這一項 但是有關進修這個領域 多半都是在跟學校合作 或者是說他 由這個他本身 公務員本身 去就直接參與 所有的大學院校的進修 我知道有的 但是很多的公務人員 只是為了要去 我比如說我是 我過去可能高職 那我為了要去拿一個文品 我就去練一個 可能這個練完了 他雖然是已經變大學了 但這個練的東西不是他 該向工作所必須要做的 你懂我意思嗎 變成學 學非所用啊 他只是要拿一個文品啊 為了應付說我要在職進修 我將來升遷可能會有問題啊 所以我就拿了一個 不跟職務上有關的在職進修啊 所以我才會說 我們為什麼不能 你像傳承這樣 一個一系列 一系列的一個爬起來 但是我們把它設定一個 真正能夠在職進修管道 由學校去執行 你一樣到那裡 但是我必須要求你 你是什麼科目的 你必須要修什麼協分啊 你不能 我看過警察去修幼教協分的 你相不相信 警察喔 他是警察喔 結果他去練幼教系 我就很奇怪 你幼教系練完了 警察要開幼稚園班嗎 就很奇怪啊 但是他只要修完了大學協分 他就有用啊 所以這個是拜託局長 這三件事 我們來做加強 第一個 我們有沒有辦法年齡生的分裂 有沒有辦法讓很多的教師 豔力退的 可以退的 能夠盡早的退 讓新的這些年輕人的流浪教師 可以早一天進到學校去 第二個 地方的前線的階級 中央是不是適度的來調整一下 讓大家彼此之間的權責 跟都能夠分清楚 第三個 在職進修的部分 希望能夠考慮到 結合地方的教育資源 而不一定要集中式的 各縣市現在都有大學 讓所有的大學來幫我們分擔 這些 進修的這個工作 甚至於在各大學 來舉辦這個訓練營的方式 來辦理 那這三點來就交局長 是是 我們 我們一定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最後還是那句話送給你 不要問你做多久 問你留下什麼東西 謝謝 謝謝 請這個吳機長 就喜斯佛的這個建議 這個 意義裡面的前責 這個 妥為處理 是 好 我們繼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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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